才去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件事还没理清楚嘛 什么都没商量好 我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但我又是比较紧密 所以我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那种感受 张丽颖和冯少芳离婚后的状态让人担忧 因为张丽颖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但是展现在粉丝面前的状态却非常好 不少粉丝担心张丽颖是在强装没事 近日有消息表示张丽颖要争夺儿子抚养权了 因为冯少芳母亲对张丽颖有意见 并且还想方设法不让张丽颖见儿子 还在想要面前说张丽颖坏话 再加上近日张丽颖确实是频繁往返北京上海 一次再为争夺抚养权做准备 近日张丽颖参加某品牌直播活动 在直播中表示自己6月份形成大多数休息 不工作的时间就会看看剧本 有喜欢的好剧本才会接触去了解 有粉丝统计休息日常达20天 这对于工作狂张丽颖来说有点反常 于是有网友猜测张丽颖休息20天 就是为了打儿子抚养权官司做准备 难道张丽颖冯少芳好聚好散是假的吗 关注我关注我关注我